根据台湾媒体报道 日本石川县1月1号发生了强震 台湾外事部门称 灾难发生后有18个台湾旅行团 共547人滞留灾区 不过游客均平安 而从3号起这些滞留的旅客 也会陆续开始返台 据台媒报道 台外事部门发布新闻稿称 日本石川县1月1号下午发生 离市7.6级强震后 余震不断导致机场关闭 多个台湾旅行团一度滞留灾区 根据统计有18团共547人 索性所有游客均平安 而从3号开始滞留旅客 陆续开始返台 3号晚间搭乘星宇航空返台的游客 回想起地震瞬间还心有余悸 那时候我们是正要下山 然后就蛮有感觉的 然后大家手机警报就突然叫 摇超大力的 我们那时候刚好在搭缆车 就是日本的那种摇晃是一直失去 但是我们都很平安 台外事部门还称 另有20多名台湾自由行旅客 原定1月1号搭乘班机返台 因机场关闭而暂留机场